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赛季初和赛季末是最好打小股标的时候 一个是价格最实惠 一个是分最高 打个比方说赛季末的飞可能要278 但你赛季初的话只要1500就能拿下 随机小股标赛季末的话得1388 赛季初的话1000块钱就能拿下 还能让你进指定分入10个英雄 但赛季初也确实有一个问题分太低了 所以我告诉你一个业内都不愿意说的秘密 就是在赛季末的最后两周找人打标 因为这个时候基本上全是打手在打 而且也是单子最多最肥的时候 一个打手都会结合四五单 炸弹率有的时候能达到60%70% 那么我们知道小股标一般都是两周没拿到全退 如果他第一周没拿到的话 他第二周的难度就会增加50% 因为到了赛季最后一周了嘛 所以大概率是既拿了高分又全退的 这到了新赛季就会有很高的继承分 这样你就会又拿到标又拿到分 一举两得 不过不要找我们这种有实力的 因为一周就给你搞定了